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庙我们那边是会有这个要烧香的会有火的 还选那个地方摆弹药绝了吧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现在有很多的苗栗县这边后备指挥部发公文给公庙 就说接下来你们这边都要运制贵宫内部空地 在战争冲突前弹药补充使用 这是一个弹药预屯放点的支援协议书 所以就说接下来要征收宫庙 那个弹药要摆过去了 很多居民听完又吓到 就是我们怎么会去弹药库的地方去拜拜呢 然后我们还在那边要点香 要这个有烧个蜡烛 都在那边用火 很可怕 这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布局跟方式 那他说而且再者你这个公文一下来 还是代表我们是要打仗了吗 准备要打仗了 弹药都已经要放到我们周遭来了吗 那军方解释就说 这个是一个考量战时需求 规划结合民间资源 那后勤资源任性的一个什么演练运用 但是并没有实质放置弹药 到底是要放还是不放呢 反正很矛盾 但是我也觉得说 依照常理来说的话 弹药其实不是应该要离火远一点的地方吗 你怎么会选在公庙来摆 那万一公庙这边又放个炮烛 又有个什么状况 那不是更危险吗 那你看看 这个我们的军事专家张静 他就讲说 这是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 请顾部长不要胡闹了 那公庙这种宗教礼拜的场所 丧失法律保护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 顾立雄是专业的法律人 你怎么会容忍这样子如此 明显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条文事情发生呢 那再者呢 之前沈博洋不是也告诉我们说 这个第五众队就是 中共渗透进公庙吗 那你们还选公庙 依照你们的逻辑 公庙都是已经好像都是 中共同路人了 你们不是这样看吗 你们还选在那边摆 那不是也是自我矛盾吗 那当然本来你们讲的就已经很离谱 现在做这事更加的离谱 那怎么会把它放在 你们口中高风险的公庙呢 那赖清德 这个不分区 男性不分区第一名的 这个国防外交委员沈柏阳 你不要跳出来质疑一下嘛 你们这个文人防长 是不是有决策上的错误 你赶快给一点意见吧 那再来看一下 中美的南海角力 现在菲律宾的参谋总长讲说 因为国家面临挑战 有必要加强后备力量 为任何可能发生事情做好准备 只是说现在 菲律宾的现役军人12万 预备役军人13万 他们说要重点加强 首都跟西部这个南沙的防卫 有半数以上的舰艇 还有陆战队都会部署在 西部的海域海区 那可是对照一下 解放军人家现在是有200万的 现役常备军人 所以这个军力还是蛮悬殊的 那美国现在动作也很多啦 他们的P8反潜机 声纳浮标 这个现在大陆海景 已经把它捞起来了 那他们就是在南中国海这边 捞起了这样的一个声纳浮标 上面还有这个 2023年7月制造的相关的字样 那他们就讲说 借此机会可以来了解一下 你这个美国的反潜装备的 现在目前科技进度 那菲律宾怎么会出来澄清呢 这个菲律宾智库讲说 这个影片经过明显的加工 这个探测装置 制造商是英国的国防企业超级电子 那这个是专研 这个潜舰探测服务的开发商 并为美国的海军来提供系统性的服务 他说可是这个影片的真伪 我们没有办法证实 那是不是反而就是 有点此地无垠三百两 因为都已经拍到了 要赶快说没有没有 那个是假的 那个是伪造 声位影片 这个我们台湾最会用这一招了 反正就是很可疑的 都是说声位 那再来 现在看起来 山东舰有动作 到了菲律宾附近的海域 外媒就拍到了 这个法新社讲说 他们看到了商业卫星 拍到了山东舰 离开港口 抵达了菲律宾附近的海域 那就讲说 这次中方派出这样的航母 前往了菲律宾的近海 感觉有这个威慑之意 因为现在目前 不是正在进行这个演习吗 那再来美国 他们现在要加强戒备恐攻 说美军现在要升高 多个欧洲基地的警戒等级 因为一方面 就接下来有这个 法国巴黎的这个奥运 那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的媒体报导 他们现在警戒 都不断地提升 而且呢 美国的陆军在官网还讲说 发生事件或是收到情报 显示可能 发生某种形式的恐怖行动 可能会针对人员 或者是设施来发动袭击 那现在看起来 欧洲的美军基地 有两名的 这个美国军官证实 因为有可能会发生 这恐怖的攻击 所以从6月30号开始 也就是昨天开始呢 调升戒备等级 已经变成十多年来的最高级别 但目前不清楚 是什么事件或情报 就是这个提升原因不明 但是呢 即将面对到的 就是7月份的巴黎奥运 还有现在在德国举行的 欧洲足球锦标赛 那除了美军基地之外 其实在欧洲的足球锦标赛期间 像德国 他们自己本身也部署了 580名的国际警察 然后法国也是为了这个奥运 从3月开始就把国安警戒已经调升到最高等级 所以是不是美国现在也在欧洲这边 要这个拉高警戒层级 那印太这边也是被美国搞得也挺不平静的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这个顾力雄的新主张 公庙要来存弹药 这个张静昨天也跟我讲这件事 就是日内瓦公约对人类的精神 还有文化遗产 你不可以作为军事目标 那事实上 顾力雄是要学哈马斯吗 因为哈马斯就是把弹药放在医院 那个清真室 所以才引起很大的争议 后来以色列不是连这些目标都打 也引起很大的争议 造成很大的平民的伤亡不是吗 所以这种做法 本来就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 就哈马斯也不能这样做 因为他这个会造成居民混合 那就造成平民常常去的地方 然后无缘无故变成军事目标 因为老百姓可能会去拜拜 等等等 这里当然 因为我昨天也接到了一些传统公庙的人 就跟我讲说 是不是只包括我们传统公庙 请问有没有包括基督教会 孤立雄敢去针对基督教会行众公文吗 孤立雄敢吗 长老教会你敢吗 传统公庙你就可以这样干 所以国防部要给一个说法 你是针对台湾的传统公庙 你就敢这样干是不是 那针对你不敢得罪的基督教会 你就不敢这样干 那台湾这样叫做宗教平等吗 你敢去得罪一贯道吗 你是不是欺负一些 比较没有选举动员能力的票 所以我说这个要讲清楚 你不只是涉嫌违反国际法 亏你还学法的 事实上哈马斯就这样干 所以引起了国际的争议 那造成了很多平民无缘无故死亡 所以对于这种人类的文化遗产 精神的遗产 本来就不可以把它当作军事 动员的目标 本来就不可以 要不然你要不要去放故宫 你会说故宫有一些剩余面积 我是不是也放一点弹药 你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 我严重猜疑 是他不想盖弹药库 想要省钱 所以就想说顺便放一放 不然理论上 真的如果要做有效的防备 因为你坦白说 到时候台湾要先有一些弹药库 就是要先前准备 美国不是要把很多炮弹 弹药先送进来 那你要放哪里 你也是要有 比较具有兼顾防御性质的弹药库 这个赖老师一定比我熟 就是你一个完整主义 抵抗攻击的弹药库 也要有起码的建材 起码的SOP 对不对 你这谁便放 如果到时候爆炸了谁负责 事实上我们前一阵子 好像在基隆附近不是 有一个弹药库 附近的居民就非常害怕 对不对 你没有想过这种造成的 附近的住区居民的不安 而且那个如果还是不是废弃的宫庙 而是人家还在祭拜的宫庙 那你这样等于是剥夺了人家的信仰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决策太随便了 这怎么可以没有经过一定的讨论过程 至少内政委员会要讨论一下 内政委员会有关宗教事务 国防部好歹也要跟内政部 做一点讨论 不然我认为他引起的问题 是相当多的 还是这是美国人意思 美国人说要放那儿 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 他们是不是国防部 故意要凸显一下 顾力雄是一个大外行 他会做出这种非常外行的一个作为 故意凸显这样 故意凸显 就风刺 很风刺 你都知道你这种弹药 你基本上它是一种公共性的危险 你就要远离人群 宫庙都是人群聚集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往宫庙里面放 我们就搞不懂 对 台湾虽然地狭人愁 可是还是有一些比较 一般人不太会聚集的地方 那你要放置弹药 你当然要顾及到 不要变成公共危险 对 也比较远离人群 而且有些人是如果知道 这宫庙有 我去那边丢个烟蒂丢个什么 或者把你偷走 对 就是非常没有 非常没有这种公共安全 没有这种军情保密的这种 这种概念 对不对 你弹药库是越机密越好 因为那个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 对 你当然要把它很隐秘的 你反而人哪里多 你就放哪里是不是 这个简直就是说毫无常识 不要说有没有专业 所以我觉得顾力雄上来 我觉得职业军人应该还不会这么 这么讲来 这么离谱 可是看到顾力雄这种 一问三不知 装着好像什么都懂 其实什么都不懂的 做他们的部长心里不爽是不是 就把他这种事情 把弹药库放到公庙 干嘛 你办展览 你干脆放到南港展览馆 让大家一起去参观好了 军事都有机密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简直是这个 台湾被这些人搞下去 简直要变世界笑柄 对不对 张静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你本来公庙 本来就是在战争时候 日内瓦工业的时候 希望你避免成为 攻击的一个目标 可是如果你把弹药 明目张胆 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 放进去吗 你还先给公文 你说全世界都知道 说你拿到公文了 那你现在洗不清了 你拿到公文了 现在大家知道 打仗的时候 就第一打你这个公庙 对 他现在就说 这个是战时才给 什么是要战时 什么是要平时 做军人的都知道 平时跟战时 是不能分得太清楚的 现在的战争 大陆油盐转战 就是一秒钟的 你给了公文 你搞不好你东西就进去了 你知道日内瓦 这个战争法公约里面讲 你如果你是公庙 我本来这个公约保护你 不能受到攻击的 任何情况 可是你放了弹药进去 对不起 你就没有这个豁免权了 你就是被攻击的 另外一方面 全世界还有用公文这样 去跟人家协调这种事情 然后事先也不讲一下 就一指公文去了 然后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去苗栗不去高雄 不去台南 是不是两样力是属于蓝色的县 对不对 你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他只是想要榨蓝的县市 对啊 你是好欺负 对不对 你是好欺负 欺负苗栗人是不是 所以这些作为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匪夷所思 这个叫未战先乱 已经看到乱成一团了 乱成一团了 我们其实在台湾 过去几十年 军队体系非常严谨 专业 不让这些政治的这种 这种怎么讲 政治上的这些被淘汰的分子 或者给他们找个职位 乱塞乱塞的 现在就搞成这样子 公务体系是最上轨道 现在也瓦解 专业不在了 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用常理来判断 都觉得这些人 是不是真的是乱搞到 台湾真的被他们搞到 真的跟那些开发中的那些 那些烂国家 一点都没有差别了 好 我们来问赖老师 确实我在内政部 中央栽防办委员的时候 我们对于公庙 教会 学校 我们都规划就是难民的收容所 不管是发生了大自然的灾害 或者是在战死的时候 所有的公庙 它基本上就是收容中心 因为它不会受到战争的迫及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把它 规划成为一个难民的收容 那么还有就是因为 战争在高压的情形下 当地的民众 他们特别需要精神上的慰藉 由于基本上在信仰 这个公庙这个部分里面 它是相对安全的 不会受到打击 所以民间的人还可以 在那边寻求到精神上的危机 但是现在你把弹药 放到公庙去的时候 你本身已经取消了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 已经把公庙的 这个免于遭受战争危害的 这个它的基本的要素 你把它放弃了 那它变成一个合法攻击的 一个对象 合法攻击的一个目标 这个对于当地的信仰 神明是不尊重的 而且是极不尊重 而且对于当地的 这些社会居民 还有难民是极端的残忍 因为本来是难民收容的地方 你把它变成一个 会被打击的一个对象 这个是人类间 最残忍的一种做法 我不晓得国防部 为什么不距离力争 跟顾力雄说明清楚说 这绝对不可以这样做 这样是违反战争法的 而且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那要不就是国防部 碰到一个大官 他就屈从 然后把自己的专业都丢掉了 这很可惜 因为我非常笃定的 我当时在中央灾犯办 我们就是把公庙 列为灾民难民收容所 收容中心 含战争在内 所以这个违反的 直接违反 坦白说我听到这个新闻 我是很错愕 也很讶异 就是说内政部 怎么没有出来讲话 然后国防部 为什么没有跟顾力雄 具体力争 说绝对不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 当一个应生虫的军人 就是一个没有骨气的军人 没有骨气的军人 这个是没办法打仗的 菲律宾 我还是简单的三个字 别闹了 因为你不是一个量级的 不要在那边演戏 演很大 目前来讲 他们的总长演的 都是演很大 因为菲律宾人自己都很清楚 杜特蒂讲得最清楚 我们算什么卡 我们怎么去跟大陆解放军来打仗 现在是山东舰 就直接贴到菲律宾的200海里 200海里我们都知道 航母战斗群 尤其是航空母舰的舰载机 它的作战半径 最少是650公里左右 你200海里也不够就是300公里 所以整个吕宋岛 都是在山东舰的作战的半径里面 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菲律宾是在玩 在闹 那玩得太大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害怕 因为山东号来了以后 而且他连导弹 护卫舰 都不用配备 单舰就直接过来 压着你菲律宾 所以我觉得菲律宾实在是 眼太大了 够了 美国的海外基地 特别是在欧洲的基地 会被攻击可能有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以哈的冲突 那么这些穆斯林的恐怖主义 蠢蠢欲动 另外一个就是 俄罗斯直接跟美国人说 你叫乌克兰人 你帮乌克兰人 打我克里米亚半岛的平民百姓 我会提供给你的敌对方 所需要的武器 很有可能 俄军已经开始交付 这些恐怖主义 我记得我在节目中 我有分析这个很有可能 现在看起来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忙回来